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在这个大日子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大日子 这个时候希望华裔选民可以大力支持他 他还提醒那些在上一届大选中选错的华裔选民 不要再做出错误的选择 不过这番言论就在网上掀起了非议 当中不少网民就质疑到底什么是选错了 还有网民就直接放话 这一次一定不会再错 等着瞧 另外乌清团长凯里也提到 大多数的手头族还没有决定在来自大选 调把票投给谁 而且有很多的手头族都是年轻人 所以国阵的青年团必须加倍努力去接触他们 面对面聆听他们的心声 换个焦点 大马首部郭鹤年的回忆录 昨天在香港正式上架 郭鹤年在书中透露 他在1970年代把他的商业基地迁移到香港 是因为新加坡和大马政府征抽的税率太高了 他形容当年的新加坡和大马政府就好像是在比赛 看谁可以向那些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征收最高的税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赚一令吉就只能留住50仙 另外谈到政府长期赋予马来人的拐杖政策 郭鹤年说他曾经在1975年向当时还是副首相的敦胡先翁敬言 促请敦胡先翁如果长政应该要不分种族 肤色和善用人才 但是最后却失败了 敦胡先翁当时给的回答是他不能这么做 因为马来人不能接受 接着把焦点转向国际 中国浙江宁波江北区一个拆迁的地盘 今天早上发生大爆炸 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 32个人受轻重伤 一名事发时在距离现场一公里远地点工作的建筑工人表示说 事发当时突然一声巨响 很多东西就瞬间飞散 虽然他马上找地方躲避 但是最后还是被飞来的石头砸伤了右手臂 另外也有网民说 即使陆家离爆炸现场9公里 但是家中的玻璃还是被震碎了 目前召获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最后有娱乐消息 本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圆满落幕 曾经三度获得金像奖影后的慧英红 昨天终于凭着写观音首度货颁金马奖的影后 而影帝则是由中国的资深男星图门夺得 至于张爱佳虽然凭着自导自演的相爱相亲一举入围 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等七个大奖 但是最后全数杠规令外界亚异 据了解无论是最佳的导演还是影后 张爱佳都是以排在第二而落榜了 另外原本是金马主席的张爱佳 教后也宣布将会让李安接任主席的职位 并且表示这四年来非常开心 因为金马奖一直在成长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恭喜所有的得奖者 也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